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看海水中 可以拿到什麼重要的物質和應用 在工業上海水會透過電解 不是電解普通的海水 我們要將海水加濃度 蒸乾了一些水 令它變成Brine 或者是Satuated 飽和的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我們才可以拿到一些重要的產品 遲一點去到不同的題目 大家會再學會類似的東西 這裡只是簡介 中間的化學原理是大家未必懂的 可以產生的產品會有Hitrogen Hitrogen的最主要功用 可以作為一個Fill 譬如現在的輕能車等等 又或者在食品科學或食品工業內 我們會用它來製造一些牛油 令到牛油的質感會硬實 是固體 而不是液體油 又或者可以製造其他的化學 譬如舉例 我們常見的化學 靠Hitrogen 可以有Hitrochloric Acid 又或者是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或者是阿摩尼亞 遲一點我們會再學一下 他們實際的應用會如何 另外 Chorine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產品 Chorine可以製造Britger 一些漂白劑 而漂白劑的主要成份 就是Hipocoryte Iron 大家之前學過Iron的時候 應該都見過 其他的原理我們稍後再學 而第三個最主要的成份 就是Sodium Hydroxide 同樣 Sodium Hydroxide 是另一種成份 去製造Britger 亦都可以製造一些Sup 即是肥皈 又或者是一些清潔劑 Detergent 亦都是Sodium Hydroxide 本身是鹹的 我們可以透過Sodium Hydroxide 去製造一些重要的步驟 去中和一些酸 這個會稍後在酸檢的時候 我們會再學 拜拜